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郭艾伦已经很久 没有和球队一起训练了 只顾着去参加综艺节目了 而他参加的那个 这就是灌篮收视率也是非常不错 和林舒豪 周杰伦还有李一峰也是相处的不错 有些网友就表示郭艾伦完全是被周杰伦带坏了 毕竟进珠者是进墨者黑啊 还有人说 郭艾伦估计会成为下一个名额抛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完这场比赛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区留言